我们前面 学过 大臣直观里面告诉我们 贪嗔之难以 是一切病的因 怨恨恼怒烦 是一切病的怨 有阴有缘 那病就发生了 又告诉我们 无界 是无脏的病因 杀生 感到的是肝病 杀 是心里就有发怒 怒火 伤感了 对外面无关 眼睛不好 眼睛为什么不好 一定脾气不好 脾气好的人 眼睛不可能不好 啊 啊 常常发脾气 啊 心里就有怨恨 啊 这叫啥 啊 第二个道 道 感应的是 肥 肥 肥 鼻 有病 在五脏里头 肥 啊 这就是常常 有占人便宜的念头 啊 由求明文立养的这个念头 这道心呢 啊 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带来的 全是道的行为 啊 上肺 上鼻 五官上对应的是鼻 就有毛病 啊 第三个是银 银感的肾病 对五官耳病 而 有问题 啊 那么古人也说 烦恼 恐怖 啊 害怕 多伤费 多伤身 啊 多伤身 啊 赢 应对在外面 啊 这是肾跟耳 耳有问题 啊 应对在这里 啊 第四个妄语 啊 妄语 感应的是 疲藏 啊 应对在外面 血 这就有病了 啊 啊 疲胃跟血病 啊 啊 怨恨呢 会 引导这些病的发生 如果是 五戒通通破了 里面 五脏 有问题 外面 五官 也出 毛病 啊 那么 人要能够 人要能够 手持 五戒 云离 贪嗔 痴慢 亿 这个 悟徒 你决定 健康 成熟 啊 这说明什么 说明 善的念头 能带给我们健康 不善的念头 带给我们身心的毛病 啊 这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我们不能够